各位網友,歡迎來到GG Channel 今天很興奮 終於有些好消息跟大家宣佈 香港最近仇雲慘霧 政府又染上幾千條生命 大家都很悲慘的時候 沒有辦法 但不要緊,我們有新希望 因為終於宣佈參選的藍絲KOL 終於浮出面了 原來這個KOL 我想來想去想到我的頭都爆了 我已經耗費了十秒鐘的時間 去考慮哪一個藍絲KOL 又不是李始敬 又不是華記 又不是黑超哥 又不是陰謀背後 做什麼呢? 因為我沒什麼看法 原來是閃絲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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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衍必須有個抺中 很激 Figure 但是他不是 bö角 只能說武術 我以為包含武術 也不會 他是說正視率 錯了 但你這個公關 我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如果我們正常看這張照片 是不是死了 什麼是黑字 黑字 藍底 死人樣 但可能他要配合現在強國的文化 強國的品味 我真的不懂了 正所謂藝術的東西 公關的東西我懂得條鐵 之前已經吹風 當然是零一 吹有個藍絲KOL 然後今天媒體大做 其中端傳媒 端傳媒當然知道有什麼底蘊 做了一個詳細的報道 他在他自己 他是KOL 十幾萬 他出了一篇文章 鮮國臨的競選行政長官宣言 第一件事 我說 你這個背景很噁心 怎麼會是這樣的藍色 誰都知道你是藍絲 你也不是這樣的藍 這種是淺藍 你為什麼不用紅色呢 你是外國的嘛 你現在全身紅色 全身紅色 然後你把桌子上放了習近平的照片 然後放了一本 習近平治國理念 這樣才有氣勢的嘛 大哥 我們稍後會和大家一起經歷一下這個 這個 他的九分鐘的競選片段 首先 我很興奮的 最興奮的是 你不需要分析他選情是怎樣的 之前是雞珍 這些是笑片 也不關我們事 也不關香港人事 是他會影響到你 但也不關你事 究竟是對於林鄭 你可能會覺得他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不需要這樣想 誰做都是糟糕的 你看他的仇頭 看看他的往績 哪有可能 不是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搞定 但不要緊的 他當不當選的過程是不重要的 我們是有得得淡紹聲 所以是苦中作樂 為什麼有個小丑出來娛樂一下大家 我們就笑一下 好了 出來之後 我們最後先講講 他的競選宣言 坊間就說有很多對手 什麼陳茂波 李兆佳 陳鳳富珍 梁振英 結果殺出了程咬金 六十歲的南營外國KOL 閃岳林 搶襲表態 我剛才在想 其實真的無法鼓勵 真的無法鼓勵 我們經歷由九質之後 第一屆 商人治港 之前那一節講霍英東 爭產案也講過 其實他完全不是商人 其實是一個廢柴的商人 搞到家族生意破產 一個廢的商人 還要出來搞什麼 你一看他就知道搞了中藥港 什麼什麼什麼 八萬 這次都是廢的 七八十歲 一事無盛 一個廢的愛國商人治港 那就不成功了 然後就走馬上任 就是香港仔治港 而的確 香港仔治港 是香港人 我想大家現在都同意 是最好的那個時光 蜜月期 就是曾蔭權那個時期 就是 exactly 香港人 香港和中國 最近的時候 就是曾蔭權的時期 曾蔭權 曾進華的時期 是吧 結果他下場是最慘的 因為他不肯做這些dirty work 那沒辦法 你一個香港仔 即是你是 香港仔 就是盡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是吧 結果沒辦法 在這個權鬥 但奈何你的主子 就是一個低質素的野蠻 極權 那你和香港仔就不合 於是你下場最慘 你要坐牢的 好了 於是第三個就是 鬥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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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狗共產黨 就上場 看到他鬥到一批屎 這個梁振英 好了 接著就找 嘗試新東西 找中誠 瘋婆 就上任 其實呢 我是很滿意林鄭的表現 是遠超我想像 的確做得很成功 我覺得很成功 我也很支持他連任 但是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這個北大人怎麼想 難道今次嘗試武者治港 喂 OK 第一件事 你林鄭的口說很能打 現在真的能打 當然不是說她現在能打 她也是 她是誰 她是 葉詠春的高手 等一下我先看看她的背景 很厲害 先找回 等我等 等我等 她是葉準的徒弟 葉問之子 詠春之神 葉問之子 的徒弟 即是欣子丹的兒子徒弟 即是欣子丹的後代 這樣就很能打 很厲害 第一她真的很能打 第二 現在真的有民國的感覺 是嗎 我是民團總教頭 嘩 閃國臨 這樣 很好看 之後呢 你可以將這個 以前說香港警察那些 是練蔡理佛的 或者洪拳的 現在很厲害 你幻想一下 整班國安 整班飛虎隊 一起在操場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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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好看 我覺得很期待 而且現在你要 捍衛國家 國家安全 人人練武 嘩 人人練武 每天都一起練詠春 我覺得 我就很期待 我覺得 一定可以捍衛國家 一定可以保護國家安全 有些什麼時候就打他 死了日本人 死了美國人 欺人太甚 經常干預內政 一個 忠祐 就打爆他 說話都很興奮 好了 我們先講講閃國臨 他出了這段影片 然後 在正江的這個 待會再講一講 先講一下背景 如果有些網友是不認識的話 他就是黃祖嵐的舅父 嘩 嘩 這個血脈 真是不一定 這個家庭 簡直是人才背出 這個家庭 亞視總裁 是鮮偉智唐卿 嘩 亞視 真是厲害 因為他在2008年 促成了熱敏 拿到最佳電影 之後就擔任國藝控股 就出品了熱敏前傳 熱敏終極一戰 嘩 很厲害 之後你可以拍什麼 譬如 愛國 熱敏愛國 或者叫做 國家安全有熱敏 這也不錯 他旗下的藝人 包括 有陳家媛美女 他唸武 信奉道教 痛恨暴力 這麼神奇 你愛國 你愛國又痛恨暴力 這件事很矛盾 如果你痛恨暴力 你就沒有理由愛這個國家 真是奇怪 當年的愛徒 涉嫌被馬德宗和陳浩文 借罪非禮 對了 陳家媛 這時候 他竟然刮他的徒弟 因為他說解釋不了 為什麼跟馬德宗和陳浩文 兩人吃飯又唱K 怎麼解釋 唱K是用來解釋的嗎 真的神奇 他一年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 愛之心摘之切 哇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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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適合這個政府思維 政府 這樣去 剝奪香港人的自由 民主的前景 人權 是否用法治去打壓 還用暴力去打壓市民 就是愛之心摘之切 所以師兄師傅 很適合你 好了 他就說 跌了深水從政的話 娛樂圈的風風 和貨貨都是負業 其實他的履歷就很廣泛 他自己聲稱很貼地氣 哦 好啊 好啊 那你貼地氣就 看看 我就很期待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選舉 他是有三成的投票率 為什麼七個裡面只有一個出來投票 OK 那你這麼貼地氣 你這麼貼地氣 你不知道香港人的數目 對這個政府不滿嗎 蛤 你這麼貼地氣 你又做過什麼做過什麼做過什麼 區議會 香港人 差不多接近普選 泛民大勝的 你貼地氣 為什麼你不是站在市民的一邊呢 貼地氣 你真是低能 OK 我們不要太吵 我又來了 你很開心 不要生氣 我練舞之人要 我練舞 我現在要跟閃師傅一起練舞 我們要修心養成 OK 好了 他履歷那些說什麼有銀 嘩 端傳媒你也很幫忙 說了這麼多 有什麼做過銀行 做過借貸 那些不特別說 OK 好了 2007年建立第一信用財務 好像借了錢給老小的公司 好像說 兩年之後 在星島日報出版他 少漢江湖 揭露一些 信貸的騙案手法 不過 古壇長毛 表示過 其中他第一信用 是50隻不能持有的港姑 那時候閃國林 就說他不認識 第一信用 現在還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第一信用 是不是買了給老少 我真的不記得 8215 應該就沒有了 8215 還有 還有 嘩 你真的不認識 沒有機會買定楚牌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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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人如其鼓 繼續說 拍過葉問系列 在佛山有一間叫國藝影視城 18年他辭任了 曾經試過染病 所以就切了眼睛 大難不死 可能就有後福了 誰知道這個國藝娛樂 就捲入債務重組和訴訟案件 閃國林被一群自稱苦主的人 鐵大字報 就說用幾億買了債券之後 大幅貶證 就說他們大佬簽 很正確 難怪你這麼正確 很代表到 第一 用暴力解決問題 就是愛之心窄之切 第二 自己出本書 去講這個財務騙案 然後就有一群苦主說 你的債券是有問題的 哇 很適合國情 好 然後又傳出他跟第二任妻子的反目 跟他太太前妻追討物業 估計是有億四 OK 哇 那你真是頗不行 那又理解了 我又明白為何國家會相信你 唉 真是 不是淺日旅的 一定有些把柄 好了 傳出他就是 氣霜的重整 霜的什麼 我也不知道霜的什麼 好了 成功把葉敏索做一個有血有肉 愛國愛家的男人 過去 近年活躍在YouTube 微博 社交媒體 當然是極度紅 極度愛國愛港 為國安法護航等等 好了 追溯至03年的時候 他就在東方下面的太陽報 使優良法律制度 是社會成功資本 就說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城市 咦 主要原因並非由於中國政府大量廉價物資 或者政治上的大力支持 而是港英政府能夠建立一個良好的法治制度 經濟模式 這麼神奇? 不過人是會變的 我們不要再追究這些事情 人是會改變的 即是他二十年前 他就知道香港的成功 是因為有港英流了一個好的制度 二十年之後 不是呀 中國那套好 中共那套好很多 這樣 他說 在英式法律制度之下 以往的殖民都比共產黨 或者其他陣營的附庸國 發展得更好 維持英式普通法制度 先給予居民和國際 是否是你說的 你馬上洗底 不過我想他會洗底 說這麼大不道的事情 當年 他有參加七一遊行 他說 不特別說 然後 14年 他就不斷質疑港共政府 怎料14年的時候就開始轉了 他擔任和諧社會大行動召集人 組織200人去警察總部 希望警察不偏不以執法 指警方用催淚彈驅散佔領 屬合理 高調撐警 這樣說 當時他們還要籌錢 籌錢去幫七警 籌了777難 結果因為資金來源敏感而被拒絕 這麼不避免 19年的時候 他就用國藝娛樂主席的身份 寫欄目 用了建制派來批評社會運動 這樣說 就是過去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另外 在去年的年尾 這兩個月 原來在《大公報》發了五篇文章 當中四篇就是追究失職法官 哇 完全贏了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 在閃師傅的帶領之下 所有不需要法官 以前哪需要法官 以前是打擂台 誰打贏就是誰適合 我覺得非常好 現在他成為了藍營KOL 閃師傅廣場 就是這個YouTube Channel 又訪問很多不同的政界名人 也批評林鄭 又說她天真我 他說如果中央繼續支持她 包庇司法人員 有愧十四億人 以及七百萬的香港人 這樣說 這些不特別說了 嘩 很長 嘩 端傳媒寫這麼多東西 OK 好了 我們快點去看看 其他人的反應 其中 其中 就是 他有訪問過很多不同的嘉賓 其中 有何君堯 何君堯 相信他可以有足夠的提名 他說不會排除提名 視乎正光理念 他形容閃國林 就挺好的 是Fresh Air Fresh 這樣 OK 還有看看其他人 有什麼反應 還有 華記 他就說 歡迎香港有民意的聲音 去打入淡馬仔選舉 閃師傅優點就夠貼地 絕對反應到民意 這樣也叫貼地 香港現在大部分人 都是不滿這個政府 不滿這個制度 你怎麼反應民意 你怎麼反應民意 你就是反應你圈子的民意 沒有問題 李梓敬說 之前跟他吃過飯 但那時覺得他不興趣 會不會支持他 就說視乎還有些人參選 你哪有決定 你都是看 你這些狗 你都是聽指令 鄧交標 就說形容他 是一個別樹一格的輿論領袖 什麼意思 好了 還有林順潮 林順潮 他說要拿這188票是不容易的 上次選立法會也要五光十色 如果有來自不同環節的人 有興趣參選也是好事 不要贊成 我們快快去 我們感受一下 這個偉大的 賢師傅 他的參選片段的精華心 來 但是我今天 有一個重大宣布 就是我決定 參加新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 我的口號就是 忠誠坦當 仗義擔當 不患得失 赤誠報港 嗯 我就覺得差一點 我就不是那麼滿意 如果我呢 其實 可惜我沒有團隊 我真的想馬上去模仿他 拍一段 哈哈 我的政綱 是以無法為有法 以無法為有限 因為你是武者 短短的16個字 就可以反映到 我這次參選的心態 我這次決定 可能很多人會質疑我 絕對沒有 例如說我可能 博提升知名度 怎麼會呢 你賢師傅這麼出名 怎麼會 哪需要博提升知名度 更大的整治利益 又說 我根本夠不夠班 去參加這次選舉 當然夠了 又甚至可能說我反口 其實知名度這件事 對我來說從來不重要 因為我是做到失事的人 我希望 一說這些就知道你是一個石頭 很簡單 你想知道你是一個石頭 他只要說一句 我是一個做實事的人 很有勇氣才可以說這句話 你說我是一個做實事的人 其實就等於你說我是一個石頭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勇氣賀架 我真心佩服 言之有物 不要做無的放始的人 所以說我博知名度這件事 完全不成功 只要我反口 確實我曾經說過 我不會從政 那就對了 反口你就適合做從政 很有潛質 你全全知道應該怎麼做 因為我很熱愛的家庭 我怕如果我一旦從政 會影響我的家庭生活 這是我不願意見到的決定 另一方面 我真的見到香港 是需要一個極大的改變 進本國安法成立之後 是市面表面平靜 但其實實際上 裏面也五勞七傷 香港經過這二十幾年的內耗 已經是需要一個大改革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內耗 為什麼九七前沒有這樣的內耗 為什麼九七之後有這樣的內耗 是嗎 先師傅 是刮骨療傷的地步 如果新政府不能在五年內 作出一個重大改變 迎頭趕上的話 試問一句 我們有多少個五年呢 我相信我這個團隊 絕對不會信息過任何團隊 他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無堅不趨的團隊 我看你這個背景 你這段影片也真是無堅不趨 至於我的競選政綱 我會打破傳統 用暫新的方法去制定 就是全民參與 採用開放式 open ended的方法 open ended 就是把我的政綱分階段 放在我競選的網頁 給大家瀏覽 我歡迎所有市民和選委提出意見 如果你們的意見是可行 和對大眾市民有利益的話 我會收納在我的最後政綱 而這個也是 將來如果我幸運地當選的話 作為我施政的綱領 希望大家積極參與 共創美好香港將來 即是必須這樣說 其實這篇稿 當然 不知道他剪了多少次 但其實也不差 因為你始終是多幕前經驗 你做的說話多 做的節目多話 有篇稿 都會說得流暢一點 必須這樣說 當然我對他的內容 就失望了 為什麼沒有任何關於武術的內容呢 你的背景是孽準的徒弟 如果我是你 我就說第一 我會發揚泳春的精神 我全香港人都要練武 因為練武是鍛鍊愛國的 所以中小學 不只是斬聽角角 也太表面了 武是修武 所以每一個中小學生 都要打 這樣就好了 還有我很期待 如果到時候跟林鄭的影片過的時候 打贏那個 在擂台的時候就贏 我是絕對贊成的 是吧 就是 就是 打贏那些比武招親 是吧 現在我們就要戰狼外交 我們就要打退這個外國勢力 是吧 就是打 OK 我就很期待 但我實在完全沒有說兩件事 那麼 閃國林 他就說自己是什麼 什麼 不會無的放肆 我們看看他之前說過什麼 的 有什麼爭議 一些什麼言論 好了 他說過傳真社散播假消息 他就說 假記者充斥 他的影片叫做 假記者充斥 如何渡絕 他就說世界各地都有監察記者制度 他說要加強監察記者 誰知道 就被發現傳真社 全部都是說謊的 那麼 這個就是說謊的 喂 浅師傅幹嘛說謊 你不懂 還是說謊呢 當然他是照抄 我猜是 那譬如 英國發記者的記者證制度 不是由政府出錢成立的 而美國的NYPD記者證 和你閃國林說的話 也不同 美國也有很多種記者證 不是由警察出的 閃國林說 拿50元可以買到記者證 當然是不可能 因為我也想申請記者證 是很難的 而且你真的要有很多工作的證明 才可以申請到 他又說成立網媒者 需要一個人進行商業登記 只要有一個全職 和一個全職 就可以採訪的政府記者會 這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這些全部都是錯的 閃國林是一個 睜大眼說謊的嫉妒 但是呢 他在藍絲KOL 當然 有什麼聽眾 就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就會有什麼國家 民族 就是這樣 所以我很歡迎 就是 會不會有人會覺得 他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他又假裝了 就是假裝貼地氣 OK 我們不需要care OK 我們只要看好戲就可以了 好了 第一個講大話 第二個講大話 他就說 港台六成員工 年薪餘80萬 他說 是來自一份叫做 堅了望署名 潘翠華的報道 他就說 引用審計處報道 好 那你是智障的 港台可以六成員工 年薪80萬 你不是 你眼盲 你不是腦都盲 結果當然沒有提出相關數據 真是白癡 然後又提及過 一篇文 提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他就批評法官曲解了當中的意思 不過 而屈永賢和郭佩帆 這三個 你看這些建制KOL 屈永賢 郭佩帆 這班人 成為香港 站在管治香港 好啊 拍手掌 好啊 當然 理解錯誤 說謊 又不懂事 有智障的人 他不是智障的 他要被迫說一些智障的事 然後 旗客公司曾經被廉署調查過 然後他告過他太太 原來去年年尾還有這樣的新聞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有一份學術期刊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這份學術期刊 就是指 一些你所說的Open End 或者Open Source的一些平台 有些用戶 會因為利益衝突去修改內容 就點名了閃國林 就說他在中文維基多次刪除對閃國林不利的內容 哈哈 哦 這個沒得定 喂 阿仙師傅 我祝你馬到功成 但是 我仍然繼續支持林鄭 好 那究竟這個 低能跑馬仔 還有什麼最新的新人物登場 我們相當期待 好啊 我們大家一起打氣 就是 打氣 打 打倒楊鬼子 好 下集再見 拜拜